App推荐的操作说明 首先呢,你在Google Play,对不对? 那老师呢,在把点应用程式 接下来点选类别,这边可以来挑选 比如说,我现在来点选这个 我们来看看拼置的部分 教育类好了,我现在点选教育类 接下来再点选免费,对不对? 免费可能大家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假设说,我现在来推荐这个 就第一个,知识网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当然老师 你应该在你的平板进行安装教学 我们希望听到的,看到的是你的教学使用经验 那这个地方下面是功能说明,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很适合教学 在哪个年级,适合哪个单元 那你就可以在我们的,把它推荐出来哦 那首先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网址就等于这个App 好,回到我们的新北市教学AP4级 那要推荐,当然你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呢?做什么?教师登录 好,那请这里呢,就要切换到教师登录 登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切换到 这是我们新北市的 你就输入我的校务行政帐号密码 这open ID,各县市都有 登录完以后呢,你的名字就出现在最上方 这时候才能够进行App的推荐 好,接下来移到哪里呢? App推荐,这里点选一下 那点选完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那接下来呢,在App4级的那边点选哪一个? 我要推荐,把它点选起来 那点选起来以后呢,这个软体名称呢 就从这里切换到这里,叫做知识网 这个不用打,我们更正一下 我们只要把这个网址看一下 复制起来,回到这里来 把它网址贴上去 接下来再来点选验证 好,那确定这网址无误的时候呢 就会把它抓过来 好,在验证中稍微等待一下 这是我们新北市的老师所撰写出来的 很方便,再提醒大家,好,那我们确定 你看一下,只要把这个网址贴过来验证就可以 他就会把这个知识网呢,名字抓出来哦 而且呢,这里呢,假设说这个 我的教学是使用在三年几年可以自己弄 而且呢,我是用在哪一科 好,国语文科 好,社会科好了 我是在社会科教学 那这应用程式的说明呢,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说明,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起来就可以了 好,这个把它复制起来 好,按右键的复制 那回到这里来把它贴上 那比较不一样的呢 是老师这里要写什么 教学的方法跟使用心得 所以这里呢,200个字以上哦 那现在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贴过去了 好,这个要写老师的教学使用心得 我们把它送出去 这样就完成了推荐的工作 好,你看一下 那最新推荐呢 就会在哪里呢 就在首页的左上角这里 好,各位老师可以看到 那这就是我刚刚所推荐的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是我刚才做示范 如果老师我现在在练习而已呢 那些教学使用方法还是不太对 我可以修改哦 在哪里呢 在我的贡献这里呢 点一下 好,一到这里来 选哪一个 我推荐的APP 把它点起来 这个地方呢 你还可以做什么 这个是做修改 好,比如说教学用心得 应该再把它打完整的 那如果说这个呢 只是练习而已 就像现在各位在练习这样 我们可以先把它删除 好,我们就先把它做删除吧 好,这样老师就知道了 如果说你在这个 Google Play这边看到一个很棒的 教学的APP 那麻烦老师可以把它推荐到这里来 让全国的老师一起来共享